这边争议队伍又有了新的情况 请小文该何取何从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甜甜 北京首钢队连近几年的整体成绩并未达到预期 投入和惨出文却没有形成正比 特别是上个赛季被几率队也是横扫了 甚至连八强都没有进入 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教练员的失职 在雅宁四离队之后 流进的谢力宾是整体表现没有达到预期的 第一阶段首钢队伍胜四辅 成绩只能够成得像是中规中矩 而每当首钢队成绩不佳的时候 敏露雷都会成为众多球迷体积最多的主教练了 作为首钢队的功勋老帅 敏露雷成为首钢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连贯就是对其个人能力的最好说明了 在敏露雷指教期间 不少球迷都忽略了他的重要性 如今首钢队整体战绩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只有这个时候球迷们才是范兰的悔悟 终于发现敏露雷的重要性了 对于敏露雷来说 回到北京首钢担任主教练也是完全不现实的 毕竟首钢队让其伤透了心的 对于众多北京球迷来说 如今也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敏露雷如今也是重返了篮坛 任职北京篮写副主席了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青少年 并且大力发展校园篮球 敏露雷当初在离开北京首钢之后 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青少年篮球的发展事业当中 为了给北京队输送更多的有用人才 敏露雷牵头开启了除鹰计划 虽然经历了众多的波折 但是能够培养出像整繁波上的内线行星 也是敏露雷对于首钢篮球的杰出贡献了 而此次丹兰篮协副主席敏露雷仍然是想要为首钢输送更多富庸潜能的年轻少将 他要通过默默的努力帮助首钢队完成再度冲冠的目标 因此从眼下的局势来看 敏露雷回归首钢担任主教练的路是已经被彻底的堵死了 他本人也正在坚守当初的诺言 那就是誓死不回首钢队了 敏露雷当初也是被秦晓文无形的抛弃 证明为首钢队贡献了大半生的功勋人物就这样被无形的淘汰了 那敏露雷呢写来也是遭到了羞辱 因此呢即便后来啊秦晓文多次的登门相邀 敏露雷都是拒绝出山的 那如今呢敏露雷成为了北京兰协的副主席 一定程度上也是完全成为了秦晓文的上司 虽然呢并非支出的管辖啊 但是呢北京兰协啊仍然可以监管首钢队 更何况敏露雷啊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首钢队输送更多的人才 无论呢他和首钢以及秦晓文闹得多么的不愉快 但是啊这名老帅仍然也是欣喜北京来球的 这一点就特别值得球迷们的尊重了 其实呢首钢队啊作为联盟当中的老牌强队 整个梯队的发展远远是无法达到预期的 每个赛季啊都是通过买买买的形式进行球员的补强 显然呢这样的做法也是不符合长期发展规律的 因此啊只有像敏露雷这样的注重梯队建设 首钢队未来才有可能再一次冲冠了 如果秦晓文没有看清楚整体的局势 那么即便敏露雷再努力啊 首钢队也是很难再次复兴了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收到这 记得帮天天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